9号的收市广播 受着美股昨晚急错的拖累之下 恒生指数来说都要跟随下跌 早段来说曾经最低是去到24,213点 但是中段来说的跌幅就收窄了 收市跌至155点 到24,469点 成交都减少到1,200亿左右 上升的股份来说有500多个 下跌股份也有超过1,000个 今天大部份的股份都下错了 以蓝藏股为例 看重磅股的表现 始终科网股和科技股 都是近来下跌的一个主要拖累因素 腾讯不是跌很多,跌了0.9% 阿里巴巴方面来说跌了2.3% 小米来说也是回套了1.3% 看完尾团也是回到2.5% 逆市上升的有中华煤气 升了2.5% 11.46 算是飙车下跌了 其实在今天的城市放旅 因为无他市场都是 昨天都是放宽了这个 就是餐饮的聚集人数 每团可以增加到回到4人 再加上近日的国际人数 都是大幅减少到单位数字 市场都是继续冲景 就是本地的疫情是缓和了 令到经济的活动来说 会慢慢的会继续 会继续放松 所以呢 这些煤气来说今天升了 都可以留意一下 虽然其他本地股也没有什么方向 但是中长线都可以再看看 另一个办法来说 可以值得一提就是航空股 因为内地来说 那个疫情都是 继续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所以呢 那个经济活动 还有那个旅游来说 都是会慢慢的复苏 再加上11 这个是黄金周的假期 都是在临近 所以航空股来说 近代的走势是挺好看的 结果东航升了5% 南航也升了3.7% 那就是各行来说 升了2% 那就是目前 恒指暂时都 就是 未摆脱了这个向下的势头 始终那个美股 那个利弹因素仍然存在 那今天会不会 昨天跌了这么多 今天会不会有技术性反弹呢 这个可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始终恒指 你看到谷图 都是慢慢向下 而那个趋势 是持续的 那就是要暂时看24000点这个位置 不能够守得住 守得住的话 有机会就在这些地方先合复回 如果守不住的话 相信可能下插的机会 那个深度会再次是 增加也不一定 那今天收视分析暂时就这么多